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这个压根就不可信了 要是不喜欢Dialto 怎么可能在V6组合20周年演唱Dialto的主题曲呢 说到V6就不得不提一嘴 常野博本人的演艺生涯了 早在出演迪加奥特曼之前呢 他14岁出道加入了杰尼斯事务 成为了V6组合20周年 这时候的他小友 但真正让他的名字被全世界记住 还是在96年迪加奥特曼上演之后 这时候常野博的人气一飞中天 并且接连拍摄《最终胜战》 还在戴亚奥特曼中客串了一场 不过在拍摄《超奥特八兄弟》时 受到了一点小小的吐爱 此时的常野博已然爆红 他的经济公司不愿意放弃这块肥肉 于是给原谷公司开车了天价片头的要求 并且必须让《极加奥特曼》成为电影的主角 据说仅大谷一人的片头 就要高过其他所有人间集 我靠 在《超八》中 除了我们熟悉的大谷 那可是有四位昭和老傲的人间集呢 足以见得杰尼斯事务所有多贪婪 不过我们反过来想一想 这两个条件也并不算太过分 毕竟此时的常野博身价爆炸 事务所贪婪一点倒也无可厚非 但是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之 当常野博出名了 那个曾经让他出名的原谷公司 却遭遇了经济上的危机 收视率虽然还能勉强保住 但是叫好不叫做 经济的窘迫让原谷不得不放弃 大致这个人间 所以自从《超八》之后 我们再也看不到 常野博出现在奥特曼系列中了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车祸吉侠的谣言开始酸烂了起来 但事实上人家常野博活得可好 举心生子走上人生巅峰 而常野博本人 对于出演《极加奥特曼》 是没有任何的台词的 这个曾经让他成为了光的角色 也成就了他的一生 虽然明知道不可能啊 但是G&B最后还是想说一句 2019年了 距离《极加奥特曼》上映的1996年 已经过去了23年 我们还有机会再看到大鼓队员 再一次举起神光棒吗 这期的最后 就让我们在大鼓的 最后一次变身中结束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